加拿大管商联合会会长唐汉良表示 十分欢迎愿意与东莞企业交流 想要了解东莞市场的企业人士 以及已经与东莞从事贸易往来人士 加入该联合会 此外 他还呼吁更多海外客商 加盟分享创业经验 寻求合作意向 让加拿大管商联合会 成为共享管商成就的大家庭 我们这个会 实际上就是一个加强 加中之间的经济 贸易 文化 交流的一个大的平台 成立加拿大管商联合会的宗旨 就是城系东莞 相通天下 加拿大管商联合会秘书长李炳钊介绍 中国东莞市世界管商联合会 东莞市工商业联合会 东莞市委统战部 东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等部门 将组织代表团 专程从中国来文革华参与盛会 并颁发任命牌匾 受会章和会期 加拿大管商联合会 隶属东莞世界管商联合会的 海白分支机构 2015年2月3日 在加拿大完成注册 为非牟利的社会团体 秉承情系东莞 商通天下宗旨 推动加拿大与中国东莞市之间的 经济贸易 科技 文化与教育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凤凤凰卫视 李源泊 苏一恒 温哥华报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